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过去的2018年 跨境电商行业包括卫视平台围绕着两个关键词 连快在2018年卫视年度卖家峰会上 卫视中国区商户发展运营部负责人Sam 提供了卫视年三季度的核心数据 及未来的战略规划 据Sam介绍 Wish VPP 2018年前三季度月均下载量 同比上升约50% 其中主要国家美国 巴西 法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荷兰 瑞士十国占比50%加 Sam还曝光了世界杯期间 Time on your head 市场推广数据带了 2600条电视广告 5.95亿 YouTube 浏览 超6亿的 Facebook Instagram 浏览 2018年前三季度 微视日活跃用户同比增长超过50% 月活跃用户同比增长超过60% 2017至2018年 TU1TU3用户购买情况 30岁以上男性用户占比 从2017年的52%上升至2018年的54% 30岁以上女性用户占比 从2017年的44%上升至2018年的46% 而法国 德国 德国 意大利等 欧洲国家的购买占比上升 在Wish 2018年前三季度 平台成功入住商户数 同比上升20% 活跃商品数量实现超过123%的增长 Sam在会上指出 Wish 并接着商户与用户 并在售后服务 风控 质量 物流等层面不断发力 在格局变化中 与商户及用户共同成长 Wish 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Wish OS 全程跟踪WE 20%平台流量ETC 日均超过10万单FEW 三倍流量TB Prod Capus 销售加速器值得一提的是 WE与TB两大相额规模 均在不断增加 其中 WE流量占比已达到平台的20% 同时 TB流量占比已达到平台25% 以下为2018年的TAP10商户成长标准 最后 Sam会上公布了 Wish的短期的成长规划 更高的性价比 更快的物流递送 更优的产品质量 更好的售后服务 更完善的风控体系 文整理 汤又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